哦 你要看吗 我想看一下谁是谁啊 这是姐啊 姐最近啊 最近 哎呀怎么这么甜呢 啊昨天吗是 哈哈哈哈 昨天在车里等 等拍摄的时候 是 一顺 这 这蕾蕾 蕾蕾 啊什么 06年月1号拍的 ok 厉害 棒 这后面是谁 后面是服装老师 在帮我弄衣服 还有联 还有联系吗 哎没有联系了啊 这已经走散了 你还记得那一刻吗 这这场戏我不记得 其他有一些戏的部分是我 我是记得的 我印象最深的蕾蕾 爵士小飞流 太棒了 你那会儿其实是知道 表演是怎么回事了吗 其实拍蓝牙榜的时候 是一个很奇妙的过程 因为飞流永远是单线城 那当时我就很担心嘛 因为 然后这么大个戏 这么多厉害的演员 然后每天我就跟老虎演戏 我就看着我老大 我就觉得哇 压力山倒 特别不知道该怎么演 然后李雪导演和孔盛导演 每天就跟我说 你就放松 就永远做减法 演个简单的就好 减法才难呢 是 现在看来的确是不太容易的 我当时就很无忧无虑地在拍那个戏 每天就啥也不行 你有最多NG几次 就是最多NG的一次 不是表演 是那种动作戏 那最多一次 应该是17次 你记得这么清楚 拍蓝牙榜的时候 就是被踢的镜头 是 我记得特别清楚 是蒙大哥踢了我一腿 然后我拿手挡一下 是这么挡还这么挡 然后就是每次我都 要么就闭眼 让我们就是挡的位置没挡好 然后一直踢 一直踢 为什么那个 我记得特别清楚 因为我一般不会去数 是我记得特别清楚 拍完那条之后 那个摄影师跟我说 孩子你被踢了17条 我说 我说 但其实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 不断的NG 只是我觉得拍戏过程中 遇到的最简单的难题了 因为至少这是一个通过 不断尝试能够解决的问题 哇 真是 我长着骂 竹子拍哭戏 其实是被掐哭的 啥意思 掐哭 好 掐哭 我现在都特别佩服我自己的一点 就是说 我那时候才五岁 我被掐哭之后 我还能借人这个哭劲 把台词给讲完 我记得特别是 我那四少爷过来 不好意思 啊 爹爹 你听我说完 啊 真的 现在想要真的 那其实蛮奇妙 那个时候我怎么会想要 把台词给说了呢 那就是天赋呀 哥 现在谁 谁掐我 我当时的你十五年前 不是六岁吗 六岁就出道了 我五岁就出道了 其实 我三岁拍广告 那你现在出道多少年 十八年了 哇 我要跪在地上 哈哈 我要跪在地上 十八年啊 要不是我年纪大 我大点输给他 比我还多三年 好